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记者假扮凶手查案,却被法院判处死刑的故事 停使现场,检察官麦肯正在慷慨陈词 他要为黑人女孩杀恩木注释公道,让杀恩凶手付出应用的代价 不久前,杀恩遭遇抢劫,随后办案警员在检案现场找到了女孩的尸体 这样一来,劫匪就被顺理成章地认定为第一嫌疑人 由于凶手手段高明,作案是避开了所有人的视线,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甚至行凶用的子弹都经过特殊处理,这让警方无法逆推枪之型号 但奇怪的是,凶手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在凶案现场留了半截眼底 警方根据DNA信息对比,恰好与劫匪一致 麦肯麦力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并竭尽全力让劫匪入狱 这番操作,完全是在刻意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因为州长竞选在即,他需要尽可能把自己关回第一面展示给选民们 刺激尚未可以让本地治安再上新的台阶 尽管麦肯尽力证明自己,但仍然有人对他十分不满 身为记者的杰西早就对麦肯的做派深恶痛绝 在他眼里,这个不可一世的检察官不过是一个风场作戏的小丑 他认为,没人能在短短几天内连破多起悬案 除非其中有什么不可够人的猫腻 就拿刚刚这些案件来讲,杀人凶手几乎滴水不漏 但却弱智般地留下了自己的烟头 更离谱的是,近期被麦肯宣判的案件 绝大多数都没有目击者和直接证据 定罪依据全部依靠案发现场嫌疑人的DNA残留 杰西怀疑,麦肯为了炫耀攻击,再伪造证据,抓两毛工 为了找到真相,杰西和好友吉姆决定一起的案中进行调查 他故意搭讪麦肯的美女助理艾莉 并提出借约庭审卷的要求 当天晚上,两人共进晚餐 庭审录音带成功到手 回家后,杰西连夜对录音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果然有所发现 第二天一早,杰西的同伙吉姆找到了报社主编 他兴奋地拿出调查结果 并表示自己发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 备受瞩目的检察官麦肯 竟然故意捏造法医证明草菅人命 而且这样的人渣竟然试图竞选州长 主编让杰西拿出证据 虽然这个新闻足够爆炸 但如果证据不足,则很有可能为报社惹上巨大麻烦 杰西一概往日嬉皮笑脸的模样 开始冷静地分析起来 三年前的麦肯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他屡战屡败,在郑律结婚得一塌糊涂 后来事情发生了惊天逆转 他从一个连派将军 一举成为郑律新兴 胜诉率值比百分之百 而这些案件,全部以DNA检验结果作为唯一证据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证据都是后期伪造的 说着,杰西拿出了他昨晚联业分战的结果 那是麦肯的庭审录像带 麦肯参与的庭审中都有一个精神的巧合 只要他属闲 那么办案警长安东尼也同样会现身 三年前,安东尼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警察 可自从他和麦肯狼狈为奸后 就一路平步清云,坐上了警长的位置 我怀疑,正是他们互相勾结 一个负责做违证,一个负责栽赃 两人互相配合,用无数冤案 扑平了他们的晋升之路 讲到这里,主编开始生惊威作 如果消息属实,又有确切证据 报社完全可以凭借这些重磅新闻大火一把 紧接着,杰西抛出了他最为有利的证据 在刚刚结束的黑人女孩山姆一案中 麦肯同伙安东尼在审问过程中 曾递给嫌犯一只香烟 所以,所谓带有凶手DNA的烟底 就是这样被他们伪造出来的 听完杰西的全部陈述后,主边有些失望 他不但一口否决了杰西要报道这些新闻的想法 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如你所说,麦肯和安东尼做了伪证 可他们审问嫌疑人并递上香烟 是在犯罪现场调查之后 那么三天后伪造的证据 如何出现在三天前犯罪调查现场 并且有照片伪证 这句话直接把杰西即将脱口而出的辩驳堵了回去 他考虑的重点是 如何发掘爆炸性新闻 却忽略了详细求证 虽然提议被否决了 但杰西仍然不打算放弃对麦肯的调查 他要拿出最有利的证据 证明自己的怀疑没有错 为了进一步达成目标 杰西与麦肯助理艾莉的结束日渐频繁 间接着,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并最终发展成为情侣 这天早上,艾莉从杰西的床上醒来 他第一眼就注视到了柜子上的国际新闻奖 原来,杰西之前就职于一家 默默无闻的地方电视台 随后,他因为一部纪录片获奖 拿到了这个奖杯 因此,他被公司总部看中调到了这里 杰西现保四的 给艾莉观看了他的霍想纪录片 片中讲述了一个黑人女孩悲惨的人生经历 他年幼时被继父强暴,怀上了孩子 孩子出生两天后不幸夭折 而这个可怜的黑人女孩 在接受采访的两周之后扶摇自尽 艾莉看完之后颇为感动 鼓励他一定要在新闻事业这条路上 好好奋斗下去 杰西大手鼓舞 情道深处,两人紧紧相拥 有了爱情的滋润 杰西的工作热情变得空前高涨 但关于揭露麦肯作伪证这件事 却一直被他记在心间 这天,杰西终于找到一个极为冒险的方法 能够依据揭露麦肯的真实面目 他找到吉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等到凶案发生后 自己去伪装嫌犯被抓 麦肯为了竞选 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栽赃自己 到时候,他们在庭审现场 拿出足够的证据 依据揭穿对方的黑幕 虽然这个计划十分大胆 但如果能够成功 则必然引起巨大的轰动 吉姆起先不同意 但耐不住杰西的软模硬袍 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 他们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巧合的是 这样的机会竟然很快就来了 这天晚上 正睡觉的杰西 被认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吉姆心冲冲地走进屋内并表示 警方刚刚接到报案 失去公园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22岁的黑人女孩被杀 不仅如此 吉姆还通过自己的渠道打听到 杀人凶手穿黑色运动服 脚上是限量款的运动鞋 凶器是一把狭窗的短刀 据目击者描述 凶手和黑色面具遮住了脸 目击者当时放狗去追 小狗咬上了凶手的小腿 拿到这些资料后 伪装凶手就变得毫无困难 斩刃弹簧刀商店就有售卖 同款黑色运动服也随处可见 至于限量款运动鞋 则通过二手网站搞定 在准备过程中 吉姆则全程进行拍摄 杰西在手捧当天的报纸作为证明 为了更完美的伪装 两人又去动物收容所 另一只同款小狗 回到家后 杰西带小狗去换衣服 吉姆则在外面找吃的果腹 突然 卧室里传来惨叫 原来杰西的腿部 已经被小狗咬伤了 这下也省了不少事 他急忙亮出伤口 并拿出当天的报纸拍摄下来 这天晚上 网购的二手鞋子终于到货了 杰西迫不及待地穿好鞋 与吉姆一同来到户外 按照凶犯之前的遭遇流程 他拿出防狼喷雾 对着自己一顿狂喷 并强忍痛苦拍下视频 为了引起警方的注意 杰西坐在车里打开烈酒 朝自己身上猛洒一顿 接着又狂饮了好几口 随后 他驾驶汽车故意超速行驶 果然身后一辆警车迅速追了上去 很快 杰西因为酒驾被抓 问讯期间 他故意露出凶手所穿的鞋子 引起警察的注意 不出所料 就在他回家后不久 大批警察找上门来 他在杰西家里搜出了 他事先准备好的弹簧刀 以及黑色运动衣等物品 警察们已涉嫌谋杀 将他再次带回警局 第二天 女友艾莉到监狱探望杰西 他不明白 自己刚刚交往的男朋友 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成为杀人凶手 杰西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剩艾莉相信自己 两人隔着玻璃窗对望一眼 艾莉眼中难掩担忧之色 尽管如此 他还是听从杰西的安排 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不久后 庭审如期举行 检察官麦肯 果然没有放弃这次露脸的机会 他拿出搜集到的证据 并直接认定杰西 就是公园谋杀案的凶手 但他的证词 很快被杰西的代理律师驳回 虽然种种证据巧合般的 和杀案凶手一致 但没有任何一件物品 沾染过被害者的血迹 而根据犯罪现场照片显示 被害人动漫受损 凶手身上必然会留有痕迹 双方争辩不休 难分胜负 法官只好选择暂时休庭 第二天 案件二次开庭 不出所料 检察官麦肯果然估计重拾 拿出了所谓的新证据 杰西的运动库 被证明沾染过被害者的鲜血 代理律师当场抗议 对麦肯拿出的新证据表示怀疑 为什么昨天庭审时没有发现鲜血 麦肯表示 他也是刚刚才拿到的检验报告 这下代理律师彻底压活 杰西急忙吵怀有吉姆示意 现在该是他们上台表演的时候了 吉姆得到消息后 匆匆离开听审现场 去拿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证据光盘 只要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麦肯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为了给吉姆一点时间 杰西一方表示 还有重要证人要出庭作证 然而众人苦苦等候 却始终不见吉姆出现 甚至连法官都失去了耐心 此时 原本生权在握的杰西也有些慌了 原来 就在杰西案初次开庭当晚 老奸巨华的麦肯 就知道了杰西的把戏 他将计就计 不仅派出人手 暗中监视杰西一方的动向 而且打算顾忌重施 让试图扳倒自己的杰西 捞底左串 正因如此 吉姆出门之后就遭遇了跟踪 等他从保险柜中拿到证据 返回听审现场途中 就遭遇了一场早有预谋的车火 吉姆当场死亡 证据也在大火中被焚毁 与此同时 在听审现场交际等待的杰西 等来的确实好有寂寞的死讯 于是 他只能让律师以有利证据 无法及时送达为由 申请休庭 听审中意进行到了第三天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 这一回杰西选择为自己辩护 面对法官 他不被捕抗 声称自己今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完全出于自愿 此时 他家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会自愿坐在被告席上 而且罪名是故意谋杀 紧接着 杰西话锋一转 开始怒斥麦肯的卑劣做法 并表示 自己之所以以身犯贤 完全是属于一个记者 追求真相的职业素养 他要让所有人看清 检察官麦肯的丑恶嘴脸 看看他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陷害好人 并以此作为他近身的攻击 这番话一出口 台下众人尽数哗然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一项自诩争议的检察官 竟然会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 法官见状 只好出面平息争论 很快 法庭中的喧嚣散去 麦肯终于忍不住提出抗议 他表示 杰西之所以口出狂言 完全是走投无路下的垂死挣扎 他恳请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 并希望众人擦亮双眼 不要被杰西所欺骗 面对狡猾善变的麦肯 杰西将自己的整个计划 全部说了出来 并且表示 自己的好友吉姆 就在昨天送证据的途中 随麦肯安排好的车祸 尽管杰西拼命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但一些证据 都因詹姆的死亡而消失殆尽 最终法官只能判定 杰西谋杀罪成立 并且同意了麦肯提出的死刑请求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杰西终于低下了头 他知道自己这把玩儿打了 不仅把最好的朋友搭了进去 而且现在资深难保 第三次庭审结束之后 杰西再次与艾莉见面 这回他脸上的表情 没有了之前的从容 数次审问期间 艾莉都在现场 他相信杰西所说的都是真的 但现在失去了关键证据 想要翻案弹劾容易 杰西请求艾莉 一定要找出真相 如果不能在他申诉期结束之前 找到有力证据 他就会被执行死刑 告别男友之后 艾莉撤也难免 第二天一早 他就找到杰西的主编 对方很遗憾地表示 杰西之前曾强烈要求 跟进麦肯陷害无辜的新闻 但被他否决了 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 公司方面一安莫能住 离开杰西任职的公司后 艾莉挨个走访了 杰西曾购买服装道具 以及猎羊宠物狗的地方 结果证实他并没有说谎 与此同时 但工作人员也表示 之前检察院的人已经光顾过一次 他们已经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对方 收获员的话 让艾莉燃起的希望 瞬间跌落谷底 如果麦肯的人造防范的话 一定会剪掉衣服上的条形马 尽管如此 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前往物证科 在保安室里 黑人警员接待了艾莉 因为他是麦肯的助理 有权力翻看物证 果然 杰西的运动库已经被动过手脚 并且上面的条形马也不一而飞 有些失落的艾莉正准备离开警局 却刚好预见了上司麦肯 与安东尼警长 麦肯告诉艾莉 不要公司部分 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言外之意 他在警告他 不要插手杰西的事情 艾莉表面应称 却没有放弃调查 这天早上 他接到了杰西 从监狱里打了的电话 他表示 应该转化思路 从另外的案件着手 只要能证明麦肯在做违证就行 之前那起案件中 犯罪现场突兀的烟头 就很值得怀疑 而且当时还有照片违证 如果麦肯伪造了证据 也就意味着 一定要在照片上动手脚 所以破解难题的关键 就在那张照片上 他既是对方 原来栽赃无辜的证据 也是他制作违证的最好证明 杰西的话 就像一盏指路明灯 让毫无头绪的艾莉 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根据杰西的提示 艾莉偷偷从物证科 下载了那张照片 送去进第三方检测 结果的确像杰西猜测那样 照片中的烟头 是通过高明的后期修图 认为合成上去的 在震惊之余 艾莉选择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有了这份证据 不当的救赎杰西 脑间巨滑的麦肯 也将再难有翻身的机会 然而他并不知道 危险在一步步朝他靠近 当天夜里 检测机构回家途中 艾莉在地下车库遭遇了追杀 一辆汽车朝他直冲而来 跑在地下车库并不算宽敞 极大地限制了汽车的速度 艾莉躲在水泥柱旁 才勉强逃过一劫 透过车窗 他这才发现 想要杀死自己的人 竟然是依至于麦肯狼狈为奸的警长安东尼 艾莉拼命逃跑 但对方却像猫咒老鼠般戏耍着他 就在汽车即将撞到艾莉之际 一个黑人警探突然冲出来 并直接朝汽车开枪 不可遗失的安东尼被当场击毙 不久后 艾莉把证据移交法院 作恶多端的麦肯 终于在他引以为奥的庭审现场被捕 他经手过的案件 全部被宣判无效 原本是死囚犯的杰西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 正当地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 艾莉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 令他难以置信的秘密 杰西被无罪释放 公约女孩遇刺案成为一张悬案 而被害人手上的纹身 恰巧与杰西获奖纪录片上的 被采访者一模一样 直到此刻 艾莉才恍然大悟 真正的凶手原来就是杰西 而他引以为奥的获奖纪录片 不过是为了获奖 雇用那个黑人女孩 杜撰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面对艾莉的质问 杰西撒好坦白 黑人女孩已揭露纪录片造假一事 多次向他索要钱财 最终他想到了一个一石三鸟的计划 找机会杀死女孩永绝后患 随后 他可以揭露麦肯的阴谋 并借此机会大火一把 不仅如此 限于法律规定 一个人被宣布无罪释放后 不能以相同的罪名再被起诉 他很有可能借此逃脱法律制裁 杰西眼看事情败露 于是希望用自己的坦诚打动艾莉 但艾莉却无法忍受丝毫的欺骗和背叛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难道死去的黑人女孩就不值得一提吗 你这样做 与草菅人民的麦肯有什么区别 面对多多逼人的艾莉 杰西被问得哑口无言 然而更让她吃惊的是对方接下来的话 不要以为你现在逃过了审判 就可以高枕无忧 虽然你很聪明 但却同样犯了个致命错误 从专业角度来讲 释放你的理由是无效审判 而并非你认为的无罪释放 你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杰西还想说些什么 可一切为时一晚 物外警笛呼啸 大批警察已经将物资团围囑 原来在离解开真相之后 就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 最终杰西再次被抓 他要面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高度怀疑上于2009年 由彼得海姆斯指导 该片由弗烈自朗的 同名电影改编而来 得于经典老片出色的剧情 新片在故事性方面 有着天生的优势 可以看出 导演在还原原片风貌的同时 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故事结尾 你主向男主发出灵魂拷问 你凭什么认为 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杰西本质上 与麦肯属于同一类人 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就把别人的自由 乃至生命 弯弄于鼓掌之间 这样的人 通常会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人人生而平等 被写在独立宣言的第二段 但该片中的大检察官麦肯 却毫无下限地 践踏他的尊严 这是导演对公权力 滥用现象 最为辛辣的讽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